第一千零二十四集 他果真笑了 你就是本王这一生最大的好事了 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他也笑 整个人也放松下来 更好的当然有 比如说 喝酒 他微整 怎么突然就想喝酒了 这个时辰应该好好吃饭呢 不算突然 他同他讲 是跟灵溪约好的 今晚要一起喝酒 你跟灵溪 他听得皱眉 你们两个才多大呀 相约喝酒 这到底是谁带坏谁呀 也不是只有我们两个 白珍珍说 是皇后娘娘张罗的局 所以准确来讲 是皇后娘娘带坏了我和灵溪 走吧 他拉他 今晚我们喝酒 你和红旺哥哥做陪 这个酒局的确是 陈皇后张罗的 起因是他数月前 酌人酿的一种好酒 今日可以起风了 这种酒是果子酿的 甜滋滋的 喝了不上头 更不醉人 酿酒的方子是阿然给的 宫里最好的酿酒是 取了最好的葡萄酿香 咱们今儿给开了 喝个痛快 宇宴人员除了白珍珍君墓处 还有君灵溪跟红旺 就连白燕雨也被叫进宫里来了 四个女人围着圆桌坐下 一众宫人在边上伺候着 旁边摆了三把椅子 椅子上坐了三个男人 分别是九皇子君墓处 白赫染的亲哥哥红旺 还有七皇子君墓男 对于红旺在此 君墓处没有什么意外的 但是他七哥怎么来了 再想想 好像是听说 这几个月七殿下 往临安郡主府去得很勤 莫不是 他心里有猜测 但也没问 本就不是多管闲事之人 能在心里猜测一番 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何况 如果他七哥真的相中了白燕雨 倒也不失为一件美食 葡萄酒已经开了风 一股子发了叫的果香 在屋里蔓延开 的确好闻又香醇 陈皇后很高兴 倒了一小点尝了下 立即开心地说 果然没有多少酒味 阿然给的方子可真好 要不然啊 我还不敢叫你们 一起来喝呢 来来来 一人倒一盏尝尝 保证你们从来都没有喝过 这么好喝的果子酒 白珍珍和君灵西本 就是爱热闹的性子 酒香一出来 两人就已经坐不住了 这会儿听说可以尝了 立即起身倒酒 都顾不得让工人伺候 白燕宇却没有多少兴致 只是在边上坐着 由着白珍珍给她也倒了一盏 然后拿起浅尝 点点头说 嗯 果然是好酒 说完 一仰博 把一盏全都倒入口中 白珍珍说她 好喝也不能喝得这么急啊 你这样子往嘴里倒 根本就品不出味道来 那跟喝水有什么两样 白白糟蹋了这么好的果子酒 陈皇后也说她 是不能这么喝 阿冉说过 这种酒的细品 越品越有味道 还能品出人生来 虽然本宫也不明白 品出人生是什么意思 但阿冉说的话总是没错的 信就是了 白燕宇愣了愣 能品出人生吗 喝酒而已 能品出什么人生 想是这样想 但下一盏倒好时 却也没有喝得那样急了 而是端起酒盏 浅浅地尝了一下 再将那酒在口中含了一会儿 有唇香 也有微色 咽下时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百味人生 酸甜苦涩 浸在这一口酒中 她有些开心了 真是好酒 陈皇后十分得意 自己也喝了起来 随着美酒入侯 一盏又一盏的 四个人的话也多了起来 就连白燕宇都在三人的带动下 说了不少的话 说起她在灵安郡主府 发现了许多女人的东西 想来是从前五皇子的小妾 或是通房丫鬟留下的 但是后来派人去问从前的老仆人 却被告知 原来都是五殿下母亲的 她从宫里拿回来 放在府里 算是个念想 但也就只有看到这些东西 时会感到亲切 实际上真见了母亲 却没有一次给过她好脸色 君灵溪也说起 小时候被君长宁欺负过的事情 说君长宁那人忒坏了 宁面上不敢招惹她这位嫡公主 但背地里肯定要使绊子 有一次他们在一起玩 君长宁不小心撕坏了一幅 父皇最喜欢的话 结果父皇问起来 君长宁恶人先告状 说是他给弄坏的 他那时候还小 话也说不太清楚 只能替君长宁背了这个锅 白珍珍则说起 在文国功夫时的生活 说他父亲给白金红 什么都是最好的 偶尔他手里有了好东西 父亲都要想方设法地哄骗走 转送给白金红 他小时候有那么几年 一直以为白金红不是大小姐 而是父亲最宠爱的小妾 听着他们说话 红旺连连摇头 小生童身边的两位皇子说 这种酒我知道 并非如皇后娘娘所说的 那般不会罪人的 红旺的脑子就是一个知识库 当初白赫然给他治病时 将大量的知识 一股脑袋全都塞了进去 不只是这个时代的知识 还有许多后世有用的讯息 都塞给了他 包括红酒的酿制方法和原理 也包括酒喝多少 也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告诉两位皇子 这种酒我知道 冉妹妹给我说过 她并不像是 像皇后娘娘说的那样 不会罪人 她只是罪意来得慢一些 喝的时候不觉如何 但是喝过之后 罪意就会慢慢地上来 喝得少与身体有益 喝多了就会头疼 甚至到了第二天头还在疼呢 照他们这个喝法 怕是今天夜里 就会很难过了 所以 咱们还是得劝劝 这么喝下去可不行 九皇子看了看白珍珍 又看了看陈皇后 觉得这事很难 怎么劝呢 你们觉得这事劝得住 七皇子摇头 本王没这个本事 他一摇头 本王也没那个本事 再看红王 他与红王说 或许灵溪能听你的话 红王想了想 道 他应该更听九殿下的话 毕竟他从小就跟着你和太子殿下 九皇子又摇头 飞也 即使从小跟着我俩 他最听的 却是四哥的话 说完顿了顿 再道 红王 你是阿冉 珍珍 还有临安郡主的亲哥哥 你可以随他们一样 称本王为九哥 不需要一本正经的 叫一声九殿下 太过生分 红王沉默了 沉默了老半天 直到九皇子以为 他不会再说什么事 他才又开口道 不是很习惯 我毕竟 毕竟同二位殿下不是很熟 虽然九殿下与冉妹妹 和真妹妹都有渊源 可是 可是我与两位妹妹本身 就也不是很熟 九皇子懂了 跟妹妹都不熟 跟未来妹夫怎么可能熟 红王刚好 白和冉就走了 如今虽然跟白珍珍 同住在红府 可白珍珍偶尔会到 慎王府去住一住 偶尔还会到 临安郡主府去住一住 再偶尔还要去 天赐镇上的 公主府住一住 这一来二去的 红王能见到 白珍珍的机会 就少之又少 隔上几日 能说上几句话 就不错了 谈何兄妹情深 他心下叹息 因为想起当初 白和冉就职红旺 是怀着怎样的心态 他是享有一个哥哥 多一位亲人 将来不管发生任何事 兄妹二人都会站到一处 互相支持 却没想到 人是治好了 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也罢 他摆摆手 不愿再勉强红旺 好在他还知道 同灵溪好 将来二人成婚 阿然也回来 慢慢地接触久了 也就熟悉了 现在 强求不来的 红旺起了身 走到了军灵溪身边 本是想劝军灵溪少喝些 没想到还没等开口 陈皇后就大声道 你们几个怎么还在呢 没走啊 两位皇子互相看了一眼 都看出了 对方眼中的崩溃 合着他们在这边 坐了老半天 人家都没注意 还以为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的存在感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之低 陈皇后又道 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 这又不是在外面 怕什么 如果喝得晚了 就在宫里留宿 宫里这么大地方 还怕没他们几个睡觉的吗 说完 又把目光投向七皇子 老七 你怎么也来了 牧楚是看着珍珍 望儿是看着灵溪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你看着谁 七皇子好生尴尬 赶紧站起来回话 赶紧站起来回话 儿臣谁也不看着 就是跟 跟九弟说说话 那你们回去说吧 陈皇后十分爽力 说话不找个没人的地方 跑本宫这里来说什么话 快走快走 三人都走 别跟着捣乱 真是的 酒都喝不好 白燕宇半回头 看了七皇子一眼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竟也顺着 陈皇后的话 跟了一句 是啊 七殿下回吧 七皇子皱眉 九皇子也皱眉 原本是想 劝他们少喝点 顺便把自家小姑娘 早点弄走 没想到 他们都没等说话呢 陈皇后 直接把后路都给断了 还要把他们给赶走 这叫什么事 于十二人 只能把希望 都寄托在洪望身上 于十二人 只能把希望 都寄托在洪望身上 洪望倒也是不负众望 硬着头皮 不理会 陈皇后的逐颗令 扯了扯君灵溪的袖子 灵溪 少喝些 这酒喝多了会头痛的 我会担心你啊 君灵溪 最受不了这个 平日里就是 只要洪望一开口 不管说什么 当时他就能投降 现在 他的洪望哥哥 说让他少喝些 还说会担心他 这怎么能扛得住呢 于是 当即就把酒斩给放下 十分乖巧地说 好的洪望哥哥 我不喝了 两位皇子 当时就想给洪望喝彩 就连陈皇后都服了 这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以前灵溪只听的四哥的话 本宫心里一直盼着 老四能早点回来 管管这丫头 没想到呀没想到 问二你后来者居上 一句话比本宫一百句都好使啊 洪望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接 只好在原地站着 好生尴尬 不过几个小姑娘 也没让他尴尬太久 因为陈皇后说到老四 君灵溪随口就接了句 我想四哥了 也想十哥了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还有然姐姐 为什么一去这么久 都没有一点消息传回来 珍珍 燕雨 你们有收过什么消息吗 大家好 在下讲故事的鸣铃 播出时间尚短 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喜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交流 爱你们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